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说出自己的烦恼 洪金宝听后 建议他去找王宇帮忙 自己也从中找人周旋 或许能有转机 听从大师兄的建议 成龙找到王宇 一见面就跪下求他救救自己 王宇将他扶起 让他有话慢慢说 最后啊 成龙就向他诉说了 自己与罗维的恩怨始末 王宇听后拍案而起 只说了一句 欺人太甚 这事包在我身上 第二天啊 他就找到了罗维 警告他以后不要再找成龙的麻烦 罗维因惧怕王宇的势力 射财把手 放过了成龙 那么王宇究竟有何实力 让罗维如此惧怕呢 这一切还得从他进入娱乐圈说起 1944年 王宇出生在上海一个优务的家庭 自小学习游泳和武术 长大后成为了一名运动员 进入了上海体育学院学习 17岁那年随家人来到香港 还获得了两届游泳冠军 原本可以实现三连冠的 只可惜因为爱打架被开除了 1964年 电影《虎侠兼愁》开拍 朋友建议他去试镜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王宇来到试镜现场 凭借自己优秀的身体素质 在众多报名者中脱颖而出 成功出演了雷虎这个角色 没想到首次出电 王宇就收获了一众的好评 正式开启了他的演艺生涯 此后他又出演了《江湖奇侠》 《大刺客》 《诗魂》 《金燕子》 《风雨双流星》 《武侠》 《血滴瓷》 《独臂刀》等众多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 当年王宇凭借《独臂刀》 创下了香港电影票房的新纪录 在2019年 他还获得了金马奖的终身成就奖 1971年 王宇已经是炙手可热的演员 可是邵氏的片酬太低 让他颇为不满 于是他转身去了邵氏的死对头 佳和拍电影 为了毁约 王宇半夜偷偷潜入邵氏当案室 想要找自己的合同撕毁 可翻来覆去找不到 一切之下烧毁了十多份艺人的合同 事后 他知道自己在香港待不下去了 便辗转去了台湾 开拓新的市场 只不过他在这里不仅开拓了新事业 还与台湾第一黑帮 竹联邦有了联系 当初王宇在香港的时候就是联工乐龙头 刘荣居的异地 来到台湾后 他又认识了竹联邦的老大 何俊雄和陈奇李 成了竹联邦的骨干 加入竹联邦后 王宇也制造了与四海帮著名的三大血案 即杏花阁血案 天厨餐厅蝶血事件 法庭大厦血案 1976年4月 王宇和几个帮派兄弟 去台北大同区 民生西路的信花阁喝酒 尽兴之余 他想点一名绰号为贵妃的小姐喝酒 没想到贵妃不愿意 王宇感觉面子被拨 大发雷霆 结果呀 这个贵妃小姐 是竹联邦死对头四海帮的人 他向帮内兄弟高文章 陈姓仁 邱文祥等人诉苦 几人听后决定为贵妃出头 随即拿着家伙事 来到了王宇所在的包厢 发生严重的邪斗 可谁知道啊 四海帮三人中看不中用 没几下被王宇等人打成了重伤 为了躲避风头 王宇回到了香港躲避 直到竹联邦安排了人出来顶罪 他才又回到了台湾 原本这件事到此为止了 没想到五年后 王宇与陈其里在天厨餐厅吃饭时 又碰到了同一伙人 仇人见面是愤外眼红 双方又发生了激烈的邪斗 只是这次王宇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被对方老大刘伟民带人砍了七刀 差点过去了 多年后 王宇回忆道 他们是把匾钻 我连踢带打 刺住要害被我挡住了 他们走的时候 我还说不要跑 一时追到门口 后来啊 我被送到医院急救后 医生给我输了三千cc的血 我感觉自己轻轻往上飘 好像是灵魂出窍了 有个声音告诉我 要往下钻 不能往上去 于是我拼命地钻钻钻 最后就回来了 事后啊 王宇咽不下这口气 召集竹联邦的骨干 誓言按江湖规矩 回敬对方十四刀 为了帮王宇报仇 陈其里进行策划 设下埋伏 竟真的将仇家砍了十四刀 不过啊 这件事也让王宇背上了官司 就在协调的过程中 双方矛盾再次计划 他们居然在台北法院外下路相逢 上演蝶血事件 被称为法院大杀血案 最终王宇被指教授行凶 一审判刑两年六个月 后来在晨期里的帮助下 二审因为没有足够证据 他被判无罪 不过在此之后 王宇的演艺生涯也到了头 他无奈退出大萤幕 辗转伤害 几经沉浮 赚下了上亿的身价 1990年 王宇担任电影《火烧倒》的监制 好友何俊雄担任这部电影的出品人 两人合伙请来了刘德华 成龙 洪金宝 梁家辉等营地阵容 不过据说这部电影 成龙和洪金宝是来还人情的 至于刘德华和梁家辉 则是被五莲子请来的 但最后这部电影 因为剧情稀烂 漂房扑界 王宇的名声更加的臭名昭著 2015年 79岁的谢贤 掌握81岁的曾江事件 闹得是沸沸扬扬 但是没多久 谢贤竟然就主动向曾江道歉了 两人重归于好 据说曾江是王宇的姐夫 这事被王宇知道了 他大骂谢贤 让他爬来台湾见我 谢贤这才不得不给曾江洗脚道歉的 至于真假不得而知 反正和好了 2019年 王宇意外获得了第58届金马奖终生成就奖 这引起了王晶的不满 直接炮轰王宇和金马奖主办方混账 更是爆料了王宇多次利用江湖势力 欺压演员和导演的黑料 除此之外 王宇最著名的事件 应该是他甩了林青霞 1968年 王宇和曾江的妹妹林翠结婚 两人育有三个女儿 直到1975年 两人离婚 三个女儿跟着王宇在台湾生活 这年了 王宇经常去剧组找柯俊雄喝酒 当时正在和柯俊雄拍电影的林青霞看到王宇后 被他身上的江湖气息给吸引 然后要来了他的电话 玩起了永娥 只不过半年后 两人就分道扬镳 据王宇所说 是不想影响林青霞 当时闯很多祸 酒驾 打架 上社会吧 她是玉女 我生命狼藉 对她不好 1981年 37岁的王宇 又认识了小自己16岁的空姐 王凯珍 没多久 两人就在夏威夷结婚 不过这段婚姻也随着王宇的投资失败结束 2014年 已经68岁的王宇 居然和一位小自己38岁的粉丝 玩起了爷孙脸 最后由于年龄比女方妈妈还要大 这段感情在四个月后就戛然而至 2022年 王宇因病去世 享年80岁 一带大侠的晚年并不好过 两次中风导致她行动只能靠轮椅 近时需要靠鼻尾管 日夜需要专人拍谈照看 尽管拥有上亿身家 却也换不回一个江湖大佬轰轰烈烈的曾经 不过就算如此 她的人生也足够精彩 愿我们每个人也能活出自己的精彩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